大家好 经过两节农场的答疑课以后 我们要开始讲新的内容了 今天呢我们是来讲Python语句 Python语句呢分为三节课 两节概念课和一节应用课 我们先从我们最熟悉的这个print开始讲起 print呢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大家肯定已经接触过了 我们常常会用直接上代码了啊 print后面再跟上你的变量 比如说printA来输出变量的值 也可以呢直接输出值 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方法 然而呢print它本身它仍然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和知道的概念 我们打开我们的幽灵pend 例如我们输入输出两行的print看看它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直接一行写出print2 然后呢第二行写出print4的时候 它是自动的把我们去分行的 而当我们想在一行内输出2和4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print2后面跟上一个逗号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逐一逐一的输出了 这个逗号的意义呢也就是告诉程序你的print还没有结束 你呢再往下面写的是会衔接上你前面一行的内容的 我们可以一直在print后面加上一个逗号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原先如果不加逗号的话呢 它会直接输出三行 二十一行四十一行 但是呢我们加上逗号以后的话 这是由一行来输出 这就是逗号的特点 这个逗号的特点呢 经常会使用在这个文件流的输入输出当中 这个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了 用print输出到文件 这里面我们得提到一个符号 也就是这个重定向的符号 重定向的符号呢是由两个向右的这个箭头来组成的啊 向右的箭头组成 少一个就不可以这是完整的 我们可以直接上代码了 首先我们依然是打开一个文件 我们打开一个txt文件 然后呢用write模式 也是w来使用它 接着使用print呢 像普通的我们写入文件的话 我们要这样写入对吧 然后里面跟上一个字符串 但是呢用print也是可以输出的 只要结合重定向 我们先写出一个print以后 一个空格再加上重定向的符号 然后再是一个空格 写上我们打开的这个文件名 也就是f 然后加上一个逗号 接着再跟上你的 要输进去的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要输出一个字符串 接着呢我们关闭文件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它 然后呢我们再打开一下这个文件 看看是否有print.txt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文件用print方式写入了 假设我们想写入多行呢 则是依然是同样的方法 在下面一行写入 然后我们再重新执行这个脚本 我们打开它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两行的一个print.txt文件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后面加上个逗号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一行没有完啊 我们执行一下它 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话呢 这两行的文件啊 这两行的字符串呢就合成了一行了 而不是分成两行来写 这也就是一个逗号的意义 print 最基本的几个使用方法就讲到这里 这也是经常会使用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做笔记 记住这几个方法活学活用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python的基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了 也就是控制流语句 Country Flow 它呢 它是由条件和执行代码块组成的 任何的控制流语句都脱不开 这两个最基本的组成元素 我们这边先给大家看一看一个 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个if的 控制流语句 如果我们要去拆分这个if语句呢 我们则可以这样去拆分 if true呢 则设为它的条件 而print4呢 则是它的执行代码块 这就是if语句的一个拆分方式 if的条件呢 则可称为是我们条件的几个属性里面的决策条件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if的代码块和它的条件 它们之间是如何区分的呢 这有两个要点了 一个是 冒号 冒号呢 分隔了条件 和代码块 而后呢 是说进 四个空格 四个空格以后呢 则代表你的代码块要开始 书写了 记住了 也就是说 python 再去寻找你的条件和代码块的分隔的时候 它首先使用的是冒号 而后呢 再去寻找你这个条件下面的 以四个空格缩近为开始的代码执行块 这些代码执行块和语句的拆分是必须要注意到的 我们的缩近是python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格式的体现 条件除了像if这种决策呢 还有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一个循环 循环的条件也就是for和while 而分支条件是switch 这些switch的条件呢 并不在python里面是存在的 它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是有的 但是python里面是没有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啊 像我们的if while for 和函数呢 它皆为控制流语句 也就是说 通过这些最基本的 这些条件循环和代码块的结合 可以让我们的程序书写的更为干净 和符合逻辑 控制流语句最后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实现 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条件 条件无论是决策循环 它呢其实都是与不而直 它的息息相关的 没有不而直 也就没有条件的成立 而没有条件的成立的话 你的执行代码块又从何说起呢 我们这边首先得明确一下不而直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这边先上一个代码 我们先定义一个值 然后呢 我们先输入它 我们写了一个最基本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不而直是如何的对它产生影响的呢 其实大家可能这边这个语句这里啊 它这个条件会有个混响 就是说我这个ifx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ifx它等于的并不是说ifx它这个是有值的 它是经过一个换算的 也就是说ifx等于if不而x 它呢首先则会计算你这个x的不而直是什么 如果是真的话它才会往下运行 如果是假的话它则不会往下运行 在这里面很多同学就想了 就是说那我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对的呢 我们执行一下它 大家看到了 我们虽然在前面这里面是执行成功的 而在下面的时候呢 x is true 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的思维理解 那不就是x是真的吗 我既然这边都可以执行成功啊 那肯定是真的 那为什么下面就执行不成功呢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说当你们判断一个事物的真假的时候 尽量的使用我们这里推荐的方法 而不建议使用 使用如下的方法 如果你要想的你可能会有一个方法或者说你的一个值它肯定是真的那你就直接使用ifx又简洁又明了而不用想当然的 啊 制作聪明的使用ifx is true 这个虽然在中国人的理解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呢它有关系到这个意思啊 这个比较符 它的真正的含义 这个我们下面会继续讲到 在我们计算这个布尔值的时候呢 经常会需要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变量去同时去做一个比较来得到一个布尔值 这里面就得有几个运算符来帮助我们了 下面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见的几个运算符 and 则代表是全部全部都为布尔珍 or呢是只要有一项至少要有一项为布尔珍 这边我们上代码来看一看 例如我们要比较两个 要同时保证两个变量皆为真假 大家可以看得到 and 的时候呢 只要其中有一个是假的 那它返回的结果也就是假的 它必须要保证同时全部都具有一个真的布尔值 它才会在EF里面或者说在其他的控制流语句里面 才会去执行这个下面的执行代码块 而or呢则是保证至少有一项是真的 我们将其中的and 改为org 试试看 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或者我们再多加几项 至少有一项为真 那它就为真 而后的话我们要讲到刚刚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意思意思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所以这边还是直接让代码来 大家看看结果 例如 tue is true 它返回的是布尔值的真 那我们看看给它一个真值来试试看 啊 五也不行 那看看字幅串 它明明是有值的 但是呢 意思它做的并不是一个有值上的检测 而是检查它们是否都引用了同一个数据对象 我们左边的2323呢 它呢引用的是一个字幅串的数据对象 而右边的这个tue呢 它则是引用了一个布尔值的数据对象 它们引用的既然不是同一个数据对象的话 那返回的肯定就是force了 这里我们回到我们开始写的代码里面 所以说也就是建议大家要使用这个方式啊 用if x 的方式 而不是建议使用下面的方式 这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双等号 双等号呢 是检查左边和右边是否值是相同的 这边我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例如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它们两个数据类型不一样 肯定也是引用了不同的数据对象 但是呢 它们两个值都是1 所以说呢 它们返回的是一个tue的布尔值 这也就是双等号的概念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讲到这个note了 note其实就是一个反转 这边得先给大家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将这个控制流语句 将它拆解抽象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写 eif就是假设 真 执行 接下来的语句 这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假设真呢 就是这里必须为真 它的布尔值必须为真 不可以为假 而这个note呢 它则是可以 变为 不假 执行接下来的语句 这是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 if not false print not false 我们看一看它的执行结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一个正常输出的 所以说呢 你们了解这个note的时候 记住了它是要反转假的答案 所以说note后面一定要跟一个force的答案 才可以正常的在这个义复语句下面的代码块里面执行下去 假设不假啊 就是反转了假的 那义复里面的布尔值肯定是为真的了 接下来我们用刚刚的中文尾代码来将义复给扩充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 假设真 执行 真的代码块 否则 否则 执行 假的代码块 那它其实也可以拆解为 假设假 执行假设假的代码块 否则 也就是其他的答案 不为真也不为假 啊 这个不是薛丁厄之猫啊 所以说不可能出现不为真也不为假 执行代码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从伪代码还原成真代码了啊 首先我们来先把这个 我们 if true print true啊 执行真的代码块 然后呢 否则就是else 执行假的代码块 然后呢 这个拆解下来就是 if true 执行啊 执行啊 这边也直接写尾代码了 去 然后呢 就需要用到一个新的概念啊 也就是else if啊 else if呢 全真是else if 但是呢 要这样写啊 lif 就是说假设 就是你有了一个多的条件 就是else if 啊 后面再跟上一个条件分支 假设假啊 也就是not true 然后呢 执行假的代码块 再往后呢 就因为我们没有不为真也不为假的答案嘛 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执行 那就变成了pass啊 pass呢就是 什么都不执行 我们输出下它 大家可以看得到 假设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啊 之前也提到过 我们的python里面呢 是没有这个switch的 switch就是分支嘛 它有很多个分支条件 而呢 只能使用这个 else if 来不断的去假设这些条件 把这些条件罗列下来 比如说你可能有很多个条件 也就是说 再往下面继续写else if lif啊 这就是一个 我们的在python里面switch的一个替换方式了 今天的主要的概念已经讲完了 然后呢 我们4.2节呢 就是介绍一些周边的知识啊 可能有些同学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 我至少知道我们 这个学员里面有两到三位同学都是one layer啊 一行搞定是最好的 也看起来比较酷 所以说就介绍一下这个三元表达式了 三元表达式呢 其实就是一行解决这些if else的问题 这些呢 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有更舒服的方式啊 比如说像php里面的话 啊 它有一个d号是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啊 一个问号 再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if else给搞定了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就没有这么直观 但也是有的 这边我就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首先我就直接先上格式了啊 第一种方法 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啊 python里面最常使用的一个三元表达式 它呢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 if true print4 else print3 啊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 把你这个真 的代码块呢 放在最前面 而后呢再跟上你的判断 你的条件判断 再加上你的else后面的一个 执行代码块 这就是一个三元表达式 而后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趣的方法啊 就是活用我们的list 他是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我们可以首先分解一下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啊 我们呢 给出了一个list 而后呢 再把这个条件分支啊 条件语句 放在了后面的他的这个游标里面 因为后面只可能为 true 或者force嘛 然后呢 假设他为force的时候 因为他的布尔值啊 是0嘛 那他肯定就是得到了前面的第一个答案 假设他为 true呢 他肯定就是选取了这个第二个答案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用尾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假的答案 假的答案 真的答案 条件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做出一个三元表达式的一个样子来 当然了 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玩的一个一个策略啊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 玩一玩就可以了 知道就好 碰到一些小代码写一遍的话 可能还看起来还比较帅啊 但是呢 能用这个 冒号加上四个空格就尽量用 不管多短的代码都还是让他写的清晰 因为python他不像Ruby或者其他的语言啊 说啊 你只要你的方法看起来够酷 你就很很厉害 python他的设计哲学里面就有一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足够的简单 而且是足够的清晰 要不的话他也不会用四个空格来标识你的代码快了 是不是用缩近的话 这样看起来也是为了 大家从观感上面就很舒服嘛 所以说三元表达式 学一学就好 知道是怎么回事就ok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